马太福音十六章十六节 西门彼得回答说 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 基督,希腊文的基督 就是希伯来文的弥赛亚 原来的意思是受高者 在旧约的时期 先知、君王、祭司 这三种职份都是需要被高立的 所以这三种职份都是受高者 但是基督主要用来称呼 神要拆来拯救百姓 最终以公义和平统治列国的一位君王 弥赛亚在耶稣时代 已经变成一种政治领袖的用语 当代犹太人受到罗马人的统治 所以他们深切的期望 以色列的拯救者就是弥赛亚的来临 拯救他们脱离罗马人 建立地上大位的王国 所以对耶稣时代的犹太人来说 基督或弥赛亚乃是政治上的领袖 以色列的君王 彼得认耶稣是基督 却并不是认为他是政治上的拯救者 他乃是认他为基督 是治理神国度的君王 今天你是否也承认耶稣是你的王呢 你有没有将心中的宝座交给耶稣呢 让他坐在你人生的宝座上 来掌管你的一生呢 彼得用永生这个形容词 是为了把真神与当地人敬拜的外邦假神 驱开来 神的儿子指的就是神 耶稣是神的独生子 使徒行传将这个观念很清楚地表明出来 而约翰福音一开始更说 太初有道 道与神同在 道就是神 这里很清楚地表明了耶稣的先存性 即在上世以前他已经存在了 接着约翰继续说 道成了肉身 住在我们中间 匆匆满满地有恩典 有真理 我们也见过他的荣耀 正是赴独生子的荣耀 独生子原文是独一的无二的 也指出耶稣是神 乃是三一神中的子神 然而正如彼得的确胜 确信 你是基督 是永生神的儿子 耶稣不单单是曾经道成肉身的人 有完全的人性 他是基督 神国度的君王 他要来掌管带领我们的人生 耶稣也是神的儿子 永生神的儿子 换句话说 他就是三位一体真神的圣子 他就是神 他要在你的生命中 行神迹启示 和改变生命的大能 甘 我 你 我 你 我 你 我 感谢观看